我小臉齁 麻煩大家把手機關靜音或震動 這一節的題目是這個 國家變變變 我聽不懂 北京話 都聽不懂 因為我台語沒改變 所以我主要用北京話 請趕快就座齁 第一個辯是這個 青菜隨便的藝術 現在的人對國家的觀眾都很青菜 例如說 兩國是不是國家 覺得聯合國是國家的請舉手 沒有齁 聯合國不是國家 它是一個社團 但社團的成員大部分是以主權國家為主 第一個辯是隨便 不是有個國字的它就一定是國家 比如說中華民國它就不是國家 雖然它有個國字 毛治國也不是國家 第二個變化多端的意思 就是說 國家的概念其實是 很多種的 就是說 比如說 如果你把分類分得很粗的話 國家主要有兩種 一種叫單一國家 simple state 一種叫複合國家 叫compulsive state 就是複合國 單一國家就是 它這國家的組成就很單純 就真的是 這個就是只有單一的國家 那如果複合國家就是 這國家裡面 它的組成成分還有別的 還有很多小國 國中有國啦 比如說以前的大英帝國阿 俄圖曼土耳其帝國阿 蘇維亞聯邦阿 都是這種 複合型的國家 所以 我們要了解一些 基本的國家組成型態 你才能夠看得懂新聞阿 否則 整天到晚這些高級中國人 都笑我們沒有國際觀 對不對 你看不懂烏克蘭 跟克里米亞的關係 克里米亞到底是不是國家 覺得克里米亞是國家的情局手 不是嗎 那它是什麼 蛤 它是什麼 它有自己的議會喔 如果照 照大部分台灣人的 的想法就是說 我如果 人民選出代表 有代表 比如說立法委員 或是國大 或是這種國會的議員 代表人民的話 欸這個 那這個議員 不是代表人民去指揮政府嗎 那這個政府不是人民的公僕嗎 那是不是 那是不是就意味著人民有主權了 蛤 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以台灣人大部分這種想法的話 克里米亞是個國家 事實上並不是 為什麼 因為 所謂統治權利 這真的我不想扯太遠 反正就是說 克里米亞它是一個自治體 自己管自己 它有自己的議會 它那個議會 它那個議會可以代表當地人民 可是呢 它並沒有主權 它的主權在哪裡 它的主權在烏克蘭的元首 它的主權在烏克蘭的元首 所以 譬如說他們如果要跟這個 俄羅斯談這個 基地的問題啊 他們不是有一些軍港嗎 什麼塞 塞帆坡什麼的 它有軍港對不對 那個並不是克里米亞的 政府去租給 這個俄羅斯的 而是 烏克蘭去租給俄羅斯的 蘇俄啦 所以 主權 也就是說 主權其實不是那麼 單純的事情 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簡單 我等一下會舉個例子 譬如說 這幅圖大家知不知道 第三個辯是什麼 第三個辯是什麼 第三個辯就是分辨 就是我們了解一些 基本的國家組成形態 我們才能分辨什麼是我們想要追尋 追尋的國家或是 政體或是 政治實體 那這幅圖有沒有人知道 知道請舉手一下 這幅圖是很有名的 1651年 西元1651年 一個 就是說政治學的經典 叫做立維坦 台灣翻作巨靈論 你看有個巨人對不對 他是那個巨靈論 就是立維坦這本書的封面 那為什麼要用這幅圖當他的封面呢 因為他其實 他有很深刻的這個 宗教跟政治的意涵 他在講 這本書在講什麼 他就在講說 中世紀的國家怎麼演變到經代國家 中世紀 因為1651年嘛 在 就是中世紀嘛 中世紀國家的觀念 都是那種軍權神獸 就皇帝的權力是來自 上天的 麻煩 對 那那個 到了近代國家 它的國家的概念是什麼呢 是不是就是憲法 對不對 那憲法跟 軍權神獸中間 有一個東西 叫做什麼 社會契約論 也就是說 現在這些社會 民主 這些民主 所謂的民主啊 或是說這些 近代這些 人民有很大的政治權力的這種概念是從哪裡來的 就是從社會契約論嘛 對不對 可是社會契約論並不是來自於盧梭 而是來自這本書的作者霍布斯 霍布斯 霍布斯是更早的 所以 這本書是一個轉類點 當然另外一個國家觀念的轉類點 另外一個國家概念的轉類點就是 在這個稍早之前 也是1620幾年的時候 有一個 格勞修斯寫了一本 戰爭與和平法 那 那本書是 等於是那本書是 國際法的 的 的近代 近代化 國際法近代化的 最重要的 源頭 那這本書是 等於是社會契約論的源頭 所以一個是什麼 國家的內部觀點 社會契約論就是後來演變後來的憲法嘛 就是 統治的正當性 他在講統治的正當性 人民如何參與政治 這是國家的內部觀點 那國家的外部觀點就是 別的國家 或是別的國家的人民 或是別的國家的政府 怎麼去認識這個國家 跟認識這個國家的人民 那就是所謂的國際法 那個麻煩一下 有沒有人開車是9750的 那個 可能要麻煩移車一下 9750 沒有嗎 9750 所以呢 我們就是要了解這本書 才了解什麼是國家的內部觀點 但他也會牽扯到外部觀點 那這 他這個有個巨人對不對 右手拿著寶劍 左手拿著權杖 這什麼意思 寶劍就代表世俗的權利 先看這個一點一點的是什麼 你把這每個一點一點的啊 你把它放大來看 其實都是一個人 也就是說 他是由許多人 聚集出來的一個 一個獄人 這是一個人造出來的人 所以 這就是霍布斯所說的國家 他那時候國家叫 Common Wales 其實就是等於現在的State 就是 國家 真正的國家 那 這國家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人造人 這個人造人呢 右手拿著寶劍 左手拿著權杖 寶劍代表這個國家世俗的權威 權杖代表這個國家精神方面的權威 世俗的權威 比如說像 戰爭啊 佔領啊 征服啊 這種 真的是false的 那這種權威呢 這種authority呢 就比如說 這個 國家的 主權政府 或是主權者 有權力 決定說這個 教科書的綱要 要怎麼定 他有權力說 決定這個共同體 怎麼樣決定我們 對歷史的認知 這個對不對 就像為什麼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政府 他一直想要操縱這個 綱要 把它改成 又把它改回中國化 他就是要操縱這個權杖 可是問題是 他是有資格戴皇冠的那個人 你看喔 戴皇冠的是什麼 所謂的皇冠就是主權權威啦 如果這是一個國家的話 這個巨人是一個國家的話 這一個皇冠就相當於 這個國家的國家主權 那這個 戴皇冠的是誰 不是這個每一個細胞耶 不是每一個 每一個 不是每一個citizen 不是每一個公民耶 這每一個細胞 就相當於每一個citizen 每一個公民 那這個戴皇冠的是誰 是頭耶 對不對 那頭是什麼 就是元首 我們所謂的元首 我們所謂的元首 元首有兩種 一種叫做國家元首 一種叫政府元首 國家元首就是the head of state 那政府元首就是the head of government 這兩個不見得是一樣的喔 有的時候是一樣 看那個國家的組成型態 但是 一般來講你是可以把區分開來啦 所以 政府元首就相當於統治者 國家元首就是主權者 這樣大家理解吧 主權者就相當於董事長 統治者就相當於總經理 那這兩個基本上是可以分開的 但是有時候是會混在一起 有時候 以前 尤其是很早以前的國家 那 你看喔 他這邊有一句話叫做 在地上沒有別的權威可與之相比 這取之 舊約約伯記 我建議各位去網路上查 這句話的 背後的意義 它牽涉到什麼是正義 什麼是主權者 尤其看這個舊約裡面 約伯跟 Job 這個Job 佛跟這個耶和華的對話 齁 尤其他提到了這個利 利...利維坦 這個海... 這本書叫利維坦嘛 所以 為什麼他用利維坦呢 是有意思的 欸 那個 不能動欸 我幫你試 我幫你試 克里米亞是一個 你去查 維...中文維基百科的話 他叫做 克里米亞 自治共和 英文叫做 Cremia autonomous Republic 所以他沒有講國家喔 他只講 autonomous Republic autonomous Republic autonomous Republic 是自治的 然後 Republic 是共和嘛 所以他講的是自治的共和 所以他是一個自治體而已 自治的實體 並沒有說他就是國家 OK 謝謝 所以我今天的綱要齁 主要是這樣 不過我今天可能會調整一下順序 因為我覺得 都停在前面講不到後面 所以我前面可能就 草草帶過 主要我想要講一下 後面這些國家的嚴格定義 當然我們還是先暖身一下 看一下一些 基本概念 就是說 大家常常會在報章雜誌上 看到 這三個概念 中華民國 中華台北 台灣 這三個是一樣的概念嗎? 覺得一樣的請舉手 應該沒有了嘛 你在這邊上課 上了一天多了 那它到底是什麼樣的區別呢? 我們先來看 就講一個國家好了 比如說我們取中國為例 我講中國為例 並不是說它跟我們台灣有關係 而是我們要了解 這五個概念 什麼一個國家有哪五個概念 國家的實體 比如說中國又叫支那國 名號 國家的名字 政體 國家的性格 政府 政權 國家的代表 所以這三個 嚴格來講 都算是一種 如果說這個是一個人的話 這是一個 剛剛那個巨人的話 這是那個巨人的名字 這三個是那個巨人的靈魂 但是這靈魂是有層次的 那 所以呢 這個靈魂有可能會分裂 有沒有 有人會有雙重人格嘛對不對 所以 有時候就會發生什麼 內戰 內戰就是出現兩個政權 或是兩個政府 要搶奪那個代表嘛 要搶奪這個靈魂可以主導這個肉體嘛 對不對 所以靈魂可能會分裂 可是人是同一個人喔 人是同一個人喔 所以 政府 所以 換政府 換政體 換名字 都不代表人 被消滅了 不代表這個國家被消滅喔 所以大家要理解 比如說 你看齁 所謂的中華民國是什麼時候誕生的呢 他是 這個名字是從 1912年2月12 為什麼是這個日子 而不是 1911年10月10號 因為這個日子是那個 大清帝國的皇帝 溥儀 宣布退位 這才是真正 就是說 法理的 全力轉移的日子 當然有個問題 大家可以回去想一下 大清帝國跟中國的關係是什麼 大清帝國等不等於中國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沒有那麼簡單 但是也沒那麼難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所以我為了避免麻煩起見 我就從那邊切割 就從1912年2月12 那這個 政府呢 那時候是 北洋政府 也可以叫他中華民國政府 因為他的 他的國名叫中華民國 他是第一版的共和政體 政權是袁世凱 到了這個階段呢 政權還是袁世凱 可是他改帝制了 所以政體改變了 名字就叫中華帝國 所以在那邊有一個階段 他並不叫中華民國 他叫中華帝國 可是呢 國家還是同一個 就是中國這個實體 再來呢 你看喔 比如說這個階段 溥仪因為張勳拱他出來復辟 所以他的名字又換回大清 雖然我這裡寫大清啦 可是你要曉得 這個大清跟 跟 這個1912年以前的那個大清帝國 不是同樣的喔 你要小心喔 不是同樣的 雖然 雖然是有關聯的 OK 無論如何呢 後來溥仪就被趕出宮外了 然後 到了這幾版 你看 名字都叫中華民國 可是他改過政體 政府也換過好幾次 然後呢 最重要跟我們有關的是 1945年10月25號 是什麼日子 就是 盟軍 四個國家 中美英書 簽署一個國際協定 授權 麥克阿瑟將軍 作為 對日佔領的盟軍最高統帥 對日佔領的盟軍最高統帥 他叫SCAP 他發布一般命令第一號 在什麼時候發布的呢 在1945年9月2號 在這個投降儀式上 東京的秘書禮件上 在簽署這個降服文書之後 發布一般命令第一號 大家都看過降服文書嘛 昨天秘書長給各位看嘛 對不對 所以 我就不多提了 大家有一些細節 大家可以去聽我以前的演講 反正呢 台灣的第十方面軍呢 就投降了 那投降不代表領土轉移喔 就是說 戰爭法 大家要一直記得 佔領不宜轉主權 這個主權指的是領土主權 並不是指統治主權 不是指 社會契約論那一種統治主權 而是指領土主權 領土主權 領土主權就像 很像 這個土地的所有權啊 懂我意思吧 其實是比土地的所有權更強 就 就包含這個土地上的所有的權利 至高的權利 領土主權就是這個領土上的至高權 那 所以呢 他只是佔領而已 齁 所以他中華民國在台灣 就 應該說 蔣介石 依照盟軍 最高統帥 最高統帥 命令呢 他叫陳怡來台灣成立佔領的軍政府 然後 這個 所以說這個時候 中國其實有兩個 中國 當然你說這裡有 三加一個政府 什麼三加一 延安的 毛澤東政府 然後 南京的汪精衛政府 跟 重慶的 這個 林森 蔣介石 政府 但是呢 其實 那三個政府 搶奪的只是一個中國的代表權 用意思吧 雖然說 這兩個人格 有一個人格是被軸心國 承認的 或他支持軸心國 然後另外 另外兩個 或者說蔣介石這邊這一個呢 是被同盟國承認的 支持同盟國的 可是你要曉得最後同盟國戰勝了 所以 現在世界上承認的是那一個 並不是 汪精衛那一個 所以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 國內法跟國際法 他並不是完全互斥的 他會互相相關 那這個 所以呢 他就成立 這個佔領軍政府 是另外的 在佔領地上的政府 在佔領地上的政府 這就是什麼 就是當初來台灣設立的這個行政長官公署 跟台灣總司令部 這整個就是一個佔領軍政府 然後呢 後來李宗仁代總統對不對 所以嚴格來講 後來這個佔領軍的總督啊 是要有李宗仁任命的 也就是說 後來換成成嘛 就成呂安的爸爸 陳成他是後來 就是說 蔣介石最後任命的這個 就在1949年以前 的那個 所謂的軍事總督 佔領軍政府的軍事總督 但是後來蔣介石下野了對不對 所以 他換李宗仁 接代總統的時候 嚴格來講 這個佔領軍政府的頭頭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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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叫做軍事總督 governor military governor 任命應該要誰任命呢 應該是李宗仁任命 可是那個時候 在 還沒有從 陳成換成 李宗仁所任命的軍事總督之前呢 蔣介石是有說話的力量 因為 陳成是效忠於 蔣介石的 所以美國那時候就很頭痛 美國就說 到底要換誰 因為他覺得蔣介石搞得太爛了 導致這個 就是 在中國大陸那邊的民心 反背嘛 所以他才會 節節敗退 所以 美國就想 叫那個誰 孫力人 有沒有 叫孫力人去 去當這個軍事總督 但是後來 就 反正 大家都知道後面的發展 沒有 沒有這樣發展 這個 這兩個階段呢 呃 其實以國內法的觀點來講 我是說國內法 不是國際法 他是 這個中國 或是中華民國 是沒有 政府的 他還是有事實當局啦 但是他沒有一個法理的政府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 李宗仁他是最後一任代總統 當他流亡 從香港流亡到美國之後 他沒有建立流亡政府 齁 就像 達賴喇嘛 他流亡到印度 的達蘭撒拉 他要建立一個流亡政府嘛 去管理那些難民 流亡的人民 可是 李宗仁並沒有建立 他是一個人 所以呢 所以呢 那 雖然這個毛澤東 他已經適時控制了 主要的中國領土 但是 他沒有取得 合法的權力轉移 所以那個時候 所有的這個 中國的海外的領事館 跟這些海外的財產 並沒有轉移到共產黨手上嘛 對不對 也就是說 中國是沒有一個 合法的政府的 也就是說 這個時候他們人格 分裂得很厲害 分裂得太厲害到 到 不知道哪一個才是他主要的人格 然後呢 但是國家是存在的喔 所以這告訴我們 一個 一件事情 政府不存在 不代表國家不存在 我們常會以為 效忠國家 就等於效忠政府嘛 對不對 錯 國家跟政府 我跟你講是不一樣的概念 政府只是 國家的 某一個階段的 的一個 就是說 比如說像是 這個 總經理怎麼樣組織他的團隊嘛 就是那個團隊而已 政府只是那個團隊 可是你要效忠的 並不是那個團隊 而是 那家公司的 董事長 或是股東嘛 因為 董事長是 唯一可以代表這家公司的 股東雖然可以參與 這個 公司的 的運作 可是他並不能代表公司 好 股東就像公民嘛 可是公民不能代表國家 只有主權者可以代表國家 所以呢 政府不存在 不代表國家不存在 懂得意思嗎 這個人是植物人的 他沒有意識的 可是這個人可能還活著啊 插管而已 他有可能有一天就醒過來了 對不對 還有什麼例子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這個 德國被佔領 有沒有 希特勒 的政府被摧毀了 四個國家佔領 蘇聯 蘇聯 美國 英國 法國 四個國家 只有德國的領土上 沒有代表德國人民的政府 懂得意思嗎 德國的領土上 沒有代表德國人民自己的政府 是由佔領者去治理的 那德國滅亡了嗎 沒有喔 到後來佔領結束 195幾年的時候 那個希德 佔領結束 佔領結束 可是他們 軍事政府還是可以繼續駐軍喔 只要因為他們有 佔領結束的那個 條約或是協定上 有駐民的話 他們是可以繼續駐軍 所以這個駐軍到什麼時候 到這個 1999 91還是92吧 有沒有 柏林圍牆拆了之後 才整個結束 這個駐軍 但是他法理的占領 是在195幾年就停了 他但是 結束駐軍等於 駐軍等於是適時占領啦 懂嗎 等於是我跟你條件交換 你先還我部分的自治權 但是你可以在我這邊駐軍 你先還我部分自治權 當然到柏林圍牆拆掉 那時候在 那些占領國呢 在跟他講說 好我全部的權力都還你 是這樣子 以後我們台灣也會這樣子 所以大家要了解德國 以色列 以色列佔領跟 被佔領的德國這些案例 因為我們台灣將來 也許不是我們這一代啦 也許是我們的下一代 會經歷這整整整整串的流程 那 這邊我可能就不想要講那麼多了 因為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演講 都有放在網路上 簡單來講 就是 一句話就是 1952年的 4月28號 究竟安和平條約生效 會發生什麼事 究竟安和平條約的第 第二條 第二條說什麼 日本放棄 日本推測 日本是日本國家黨 日本放棄 以台灣及澎湖列島的全力全員請求權 所有完整的全力全員請求權 那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他沒有用完整主權這個字 他用的是全力全員請求權 那就等於什麼 等於他有剩餘的嘛 因為你要曉得喔 在國際法的條約裡面就是說 他如果是割讓完整主權的話 一定會寫割讓完整主權 你如果看過別的條約的話 譬如說馬關條約就是下關條約 大清帝國割讓給大日本帝國天皇陛下 對不對 他的英文版他是要英文版作準喔 不是漢文版作準喔 是英文版作準 英文版裡面就有寫說 他是割完整主權 所以你要曉得下關條約都是割完整主權 那憑什麼究竟在和平條約 只是放棄權力全員請求權 就等於完整主權 當然不等於嘛 所以就有什麼 有剩下來的嘛 所以就有所謂的剩餘主權這一件事情 但是你要曉得 剩餘主權他只是一個剩餘的概念 你很難知道他到底剩下什麼 你懂的是嗎 也就是說我們跟日本天皇陛下還有 這個藕斷絲連的關係在 但這個就是很重要的關係 這關係是什麼 這關係就是 主權 他就包含了主權義務 為什麼 因為國家的根本是什麼 國家的根本就是 主權者是人民的代表 人民最高的代表 所以呢 他包含了很多關係啊 什麼關係 其中最重要的關係就是什麼 主權者有義務要保護那些人民 尤其是公民 那公民呢 有義務要向主權者效忠 因為 我們就講好 這個人是我們的仲裁者 這個人是我們的代表 他是我們的公親 所以呢 我們要維護他 讓他來主持秩序 維護我們的和平 保護我們的安全 這是我們決定的 懂意思嗎 所以 我們跟天皇陛下 在法理上還存在這個關係 只是我們台灣人忘記了 也不是忘記啦 被洗腦了 被這個教育洗腦了 就是說 你要效忠的是中國人 然後當兵是向中國效忠 那是被混淆了 但是其實世界上的主要的國家 都都曉得 那是假的 所以呢 在 好 那第二十三條 在捐證上 第二十三條要講什麼 他第二十三條是講說 美國是 日本的主要佔領權 你要小心喔 這時候 日本的主要佔領權 那這個日本有沒有包含台灣 好 那這有一些細節 那我就 嚴格就不會講了 你們還要再去看這個第四條 第四條他講說 如果日本承認美國軍事政府 對日本 日本及日本國民 財產的 處分的有效性 在哪些地區呢 在第二條第三條的地區 那第二條就包含 講到台灣嘛對不對 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第二條講到台灣 所以 如果說這個日本 作為領土 包含台灣的話 在那個時候 那 只剩下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美國有沒有在台灣 建立軍事政府 如果有 那美國這個佔領者的責任 就跑不掉了 這樣你們懂嗎 這個邏輯是這樣 23條說美國是日本的主要佔領權 對不對 好那你就要去問 日本是包含哪些東西 那時候的日本包含哪些東西 第二個 第四條說 日本承認 美國軍事政府 對日本及日本國民 財產 處分的有效性 懂我意思嗎 那第二條說 然後 那是在哪些地區 的財產呢 就是在第二條跟第三條 那第二條 當然有講到台灣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就問題 除了你要去釐清楚 日本有沒有包含台灣以外 第二個 就是什麼 美國有沒有在台灣建立軍事政府 如果有 那他跑不掉了嘛 這樣你理解這個邏輯吧 好 所以我今天有一部分的時間 我就會解釋 美國軍事政府藏在哪裡 那 日本的定義這個 有時間在講 有點複雜 所以呢 在那8月5號 1952年8月5號發生什麼事 就是台北合約的生肖日 也就是19 這一年的 1952年的 4月28號 除了救濟戰和平的生肖之外 還有兩件事情發生 在那一天啊 4月28號的時候 1952年4月28號的時候 究竟在和平條約生肖的時候 美日安保條約 同時生肖 他要幹嘛 他要讓美國繼續駐軍嘛 因為 戰爭法規定 佔領不能永遠佔領 他不能永久佔領 那他怎麼樣 在 結束佔領的時候 又能夠駐軍 就是要人家條件交換嘛 所以美日安保條約 就是一個條件交換 就是你先還給 日本那些 日本國統治的 範圍的地區的 部分的主權 但是呢 他們要同意 日本國政府要同意 能夠讓美國 在他們 領土內駐軍 所以 美日安保條約是這樣子 那 但是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在 究竟在和平條約生肖的 前幾個小時 簽了一個台北合約 就是 日華台北合約 因為這個日華台北合約呢 所以這個蔣氏集團 他本來只是一個流亡政權 他沒有代表中國的那個合法性 他就變 但是因為這個台北合約生效後 他就能夠代表中國這個政府 因為 和平條約是 只有代表國家的政府才能夠簽的 你懂我意思吧 和平條約是很高的條約 因為 戰爭是一種什麼 戰爭是一種國家的狀態 戰爭跟和平都是一種國家的狀態 當你這個 所以他要經過宣戰跟終戰的程序 否則 假設有第三國的船隻 經過你們交戰的區域 那他的財產損失 你可能去 逮捕這艘船啊 說你 你是幫我的敵國運貨 對不對 會牽涉到法律問題啊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呢 戰爭是一種狀態 和平也是一種狀態 國家的狀態 所以你能夠簽和平條約 跟簽 可以宣戰的 那個是代表國家的政府 才能夠做的事情 懂我意思嗎 不是隨隨便便的事實當局能夠代表的 所以他本來是只是一個 事實當 一個當 流亡的當局 他同時是一個 在台的佔領軍 軍事當局 但是因為他簽了台北合約 台北合約在8月5號生效之後 他就變成中華民國的流亡政府了 雖然他有兩塊小的領土叫金門馬祖 然後他還有 這是第一個名片 第二個名片是 在台佔領軍政府 就延續這邊的 他是次要的 因為美國是主要的 美國在決定戰的第三條就是主要的 對不對 所以他就是次要的 再來一個頭銜是什麼 台灣治理當局 因為日華台北合約的本文跟議定書 都有明示或暗示 中華民國來管台灣 但是那是管理而已 並沒有說領土主權轉移 這個在葉公超 在當時的這個 立法院裡面被質詢的時候 都講得很清楚 他說他無法取得台灣 葉公超就是那時候的外交部長 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 是他去簽這個台北合約的 所以他講的話是有法律效力的 所以他就是一個管家啦 台灣的那時候的管委會 所以他只有兩張名片三個頭銜 那一直到了1979年1月1號就變了 所以這時候我就不是寫中國囉 我寫台灣 因為這時候就跟中國那邊就無關了 我們要關心的是台灣 那台灣是一個非國家的領土 他不是一個國家 他不是state 也不是country 也不是nation 他是一個territory 他是個territory 他也有幾種概念 名字 政體 當局 治權 OK 所以呢 一直到現在 都是這個狀態 什麼狀態 名字已經不能叫中華民國了 所以出去 他只有兩個名字 一個叫做Chinese Taipei 就是中國台北或中華台北 全名叫做 中華流亡 中國流亡政權在台北 就是代表他流亡的名字 另外一個名字是 台澎金馬關稅領域 對不對 那是一個 一個佔領區 可以有的名字 叫做獨立關稅領域 那是佔領區可以有的名字 那 這個 這個當局是什麼呢 當局就是台灣治理當局 那他作為一個政治組織 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叫做流亡政權 懂為什麼 也就是說 他當局只是台灣治理當局 就是有 他有 統治台灣的權利是因為他有這個頭銜 可是呢 他另外一個身份是 流亡政權 那流亡政權並沒有統治台灣的權限 這樣大家懂吧 所以這個時候他只剩下兩張名片 啊每一張名片各一個頭銜而已 各一個頭銜而已 他的本質是流亡政權 什麼是台灣 台灣 也很複雜 就是說 在美國白宮國安會亞太事務主任韋德呢 他 他在2007年說的話說 他說 台灣 鬥典 or Republic of China is not a sovereign state 我翻成中文就是說 翻成漢字就是說 作為 台灣的 中華台北 不是主權國家 注意哦 他這個 他這個國家是用State State是什麼 是那種 政治組織的國家意思 他不是一般的國家 他是政治組織 法律上 政治上的 政治組織的那種國家意思 那這個中華台北是什麼 中華台北就是一個名字 他作為台灣統治當局 他同時又是一個流亡政權 所以他是什麼 無論是這個還是這個 都是一種政治組織對不對 所以 這一個台灣指的是政治組織 所以他 他就是指台灣統治當局 我們再看第二個 台灣is not independent It is It 他作為一個Nation 並不 並不享有主權 It does It does not enjoy your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這是美國國務院 國務卿鮑威爾在2014年講的 所以呢 這個台灣指的是什麼 因為他用Nation 所以呢 這個台灣指的就是人民 而不是當局 也不是指 領土 這樣大家懂吧 所以你要看前後文啦 你不能 看到一個台灣就很爽說 啊這就是 就是我們 等下我們來講 這個台灣 到底代不代表 代不代表我們 第三個說 台灣現在 如果我這樣寫 台灣現在被中國流亡政權 作為台灣統治當局 治理 那這個台灣是什麼 他就指 因為他是被治理的 所以他就是被治理的那個領土或人民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有幾種概念 當局 人民 領土 是不是有三種概念 已經有三種概念了 還不止 台灣的人民 跟台灣上的人民 你看喔 因為他有上 所以這個台灣指的是一個什麼 地理範圍 也就是 地理 類似這裡的領土啦 地理範圍 所以這裡的人民呢 就是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擁有 居留權的那一些 所以就包括什麼 包括那些中國難民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就是 台灣關係法裡面講的台灣人民 它包含那些中國難民 那 台灣的人民什麼意思 這個的是off啊 因為它是的 它是一種屬性 屬性 attribute 所以呢 就不包含難民 為什麼 因為難民是因為戰爭的因素 才來到台灣 它還沒有經過一個法律程序的規劃 簡單來講 它還沒有放棄中國國籍啊 所以白狼它可以大啦啦的說 我是中國人啊 台灣人不能說 你白狼不是中國人 不行啊 台灣人沒有資格要求 中國人放棄中國國籍耶 相對的 中國人也沒有資格要求 台灣人放棄大日本帝國國籍 你懂我意思嗎 它要變成台灣人可以 要經過一個法律程序的規劃 它要放棄中國國籍 才可以 對不對 但是在佔領的時候 沒有規劃 為什麼 因為戰爭法規定 佔領地的人口比例不能改變 改變了就 就轉移事實主權了嘛 一直要等到結束佔領之後 才有所謂的規劃 這樣大家理解吧 台灣的問題就在這裡 台灣的問題就在這裡 所以並不是說那些中國難民 不能當台灣人 他們當然可以當台灣人 但是呢 他們必須要透過一個法律程序的規劃 他們必須要先放棄中國國籍 否則台灣就會效 在台灣上的領土上的人民就會效忠混淆 你到底是效忠中國 還是效忠台灣這塊土地 當然啦 台灣這塊土地的主權者 很少人知道是日本天皇啦 大家懂吧 所以台灣就在吵這個嘛 對不對 因為那些中國人也偽裝說 我是台灣人啦 馬英九也說我也是台灣人啦 其實他自己心裡知道他是中國人啦 但是他想要變美國人 OK 這還有一個概念 就是台灣關係法律去模糊的 它模糊什麼 就是說在行政單位 跟參議 美國參議院提出的版本裡面 他都講台灣人民 這個人民是台灣上的人民 但是在眾議院提出的草案裡面就講 就把台灣當局跟這兩個混淆 所以在眾議院的這個 籌備人員 籌備的人員裡面的文件裡面 他就講到說 他就問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美國人 要來台灣旅遊 他要辦簽證 請問 那個美國人是要向台灣人民辦嗎 蛤 不是嘛對不對 因為沒有存在一個台灣人民這個當局嘛對不對 所以 所以 坦白講 那些學運分子 他們不是說 我 我顧且不順 不論他的主張 是不是 多正確 多合法 或是多怎麼樣 但是他們的概念是混淆的 為什麼 他說 今天是人民在指揮政府 人民可以指揮政府嘛 不可能嘛對不對 人民可以改變政府 但是人民不可能指揮政府 因為政府本來就是人民選出來的代表 懂我意思嗎 所以他們也是把當局跟人民混淆了 當局是統治的政治組織 人民是 人民是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巨人的每個細胞 所以台灣關係法的第15條要說 台灣一辭殭屍情況需要 包括台灣及澎湖列島 這些島上的人民 公司 及適用這些法律設立 組成的其他團體機構 1979年1.2以前 美國承認為 中華民國的台灣治理當局 及任何接替的治理當局 所以他有幾種概念 有五種概念 第一個 地理概念 台灣 台灣列島及澎湖群島 台灣群島 台灣群島及澎湖列島 島上的人民 有沒有 the people on those islands 島上的 就是我剛剛講的 台灣上的人民 懂我意思吧 公司 這公司的英文是corporation 他其實應該翻成法人 法人比較精準 公司比較不精準 然後第四個 就是這個 依照這些法律設立的其他團體機構 第五個 治理當局 所以他有五種概念 要視情況判斷 那你看 至少你看 島上的人民 這個就包含中國難民啦 對不對 所以你說台灣人民 到底指的是哪一個 你要小心 懂我意思嗎 他可能包含中國難民 那你看這個 治理當局 這個就是中國 中國流亡治權在主導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看 現在看這個 中華民國政府的 的官員 大部分都是中國人嘛 對不對 都有綠卡 楓葉卡嘛 對阿 OK 暖身結束 我們看美國軍事政府在哪裡 在那個時候 的機場狀況 這條是主跑道 方向呢 主跑道 這邊是北方 是南方 是南北向 南方 那這邊 這邊是東方 這邊是西方 那以主跑道 劃分呢 東邊這個區塊 這邊東邊這個區塊 這一個 這個區塊呢 美軍當司在這邊 建立一個美國城 那這是教堂的位置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在這裡 教堂的位置 那是高貴塔 這個區塊就是 美軍的森波區塊 齁 十一住行 娛樂 戰隊群 在這裡 主跑道 那這個主跑道 西這個部分呢 就是當主跑 左方 以前的空軍三大隊 在這個位置 三大隊的部 那這個地方 這個區塊 現在是漢響 以前是我們三大隊裡面 八隊配進左級 八隊現在已經不在了 已經踩車掉了 這邊是台中米航站 現在變成台中米航站 這個門是多米 現在我們因為 已經 經濟案經濟案 這個已經 管道已經 這個封閉了 這七次了門 這七次了門 這幾個機堡是什麼 這個是警戒機堡 這個是警戒機堡 但比例有放大就是 這是民國七十年 對 放大 民國七十年的空障圖 現在這個圖 已經變成參考圖 那 這條是華行道 那我特別交代 特別說明這個 教堂的這個位置 這個是美國 這邊這個 這個美國城在這邊 美國城啊 這邊 這邊 空前面 空前面 進步到他們的這個門去 那就是說 你在這邊 所看到的所有的場景啊 都是當美國人建造的 有沒有聽到 所有的場景 都是美國人建造的 美國人為什麼要在台中的 空軍基地 清泉岡基地裡面 蓋一座美國城 因為在美國在1979年以前 在台灣的軍人有幾十萬 有到二十幾二三十萬 他有一個 美國台灣防衛司令部 USTDC 各位可以去網路上查 那這個 清泉岡裡面 大部分都是美國做的 那 現在呢 在1979年1月1號以後 我剛剛忘了講 為什麼是1979年1月1號 因為1979年1月1號 就是什麼 所謂的中美斷交 對不對 其實不是中美斷交 為什麼 因為 怎麼可能 美國跟 中國斷交 又跟中國建交 你懂我意思吧 我們的概念都被混淆了 所謂的建交斷交不是國家 是政府或政權 懂我意思吧 所以 1979年1月1號是什麼 是美國的卡特政權 卡特總統 跟那時候的 蔣經國 還是誰 就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這個政權呢 斷交 並不是跟中國 然後 它再去跟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華國風 是不是忘了 建交嘛 所以它是 建交斷交是政府或政權之間的事 而不是國家 我們都以為 中美斷交好像是國家之間斷交 不是喔 是政府跟政權之間的事 只是我在這段期間 我不跟你交朋友 並不代表我不承認你不存在 所以 所以 1979年1月1號 它不承認中華民國 美國不承認中華民國以後 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以後 就發生什麼事 中華民國政府就不能代表中國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它在1972年 1971還是1972的 10月25號 聯合國的2758號決議文 說什麼 把蔣介石的代表 驅逐出去 從聯合國的席位上出去出去 所以大部分那個時候 已經很多國家已經不承認中華民國可以代表中國了 但是在台灣澎湖的領土上 美國 因為它是主要佔領權嘛 美國還承認中華民國的時候 它當然可以代表中國 在這塊領土上 對不對 可是一旦美國不承認中華民國可以代表中國的時候 這發生什麼事 第一個 它就不是政府了嘛 因為我說政府是有一定的合法性才能做為政府 它要establish by statue 政府是要establish by statue 那所以它就變成一個事實當局 或是說是一個流亡政權 但是呢 它也不能做一個事實當局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土地不是它的 你懂的是吧 它也不是一個叛亂下的事實當局 它只有在金門馬祖市 那在台灣澎湖它不是 因為台灣澎湖領土不是它的 所以它只是一個單純的流亡政權 那它憑什麼有權利可以管台灣 很簡單來講 我等一下就要講 它怎麼有權利管台灣 就美國給它的 因為 好我就講 為什麼它沒有權利管台灣 因為 佔領是一個國家的權利 你要曉得喔 佔領是一個國家的權利 就 跟佔領很像的就是先戰 什麼是先戰 我看到地上有個東西 不知道是誰的 我把它撿起來 然後我主張說 這個東西是我的 請問可不可以 蛤 可不可以 你可以主張 可是要過很長很長一段時間 可能都沒有人來認理 你知道嗎 一般程序你可能要先交到警察局 對不對 然後公告幾個 六個月嘛 對不對 好那我只是簡化那些程序 我只是說 你可以主張 可是呢 不見得馬上就變你的嘛 對不對 但是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你是一個人你才能夠主張欸 我是一個人 我可以擁有這個私有權 我才可以這樣主張 我可以撿到這個東西 然後看好像沒有人的 我說我佔有這個東西 可是如果是一隻猴子 或是一隻鸚鵡 會講人話 你懂我意思嗎 他可以這樣主張嗎 不可以喔 不能喔 也就是說 一個不能代表國家的法人 一個不能代表國家的政治組織 他是沒有權力去主張佔有的 懂我意思吧 即使那是無主地 他也不能主張佔有 所以中華民國在1979年1月1號 被卡特政權撤除那個政府承認之後 他就不能 他就沒有佔領權了 所以我剛剛說他就不是次要佔領權了 他只剩下 統治當局這個身份了 統治當局還是可以的 因為他只是管理 你懂我意思吧 你還是可以訓練 猴子幫你做事情 這我就跳過了 好這個 這簡單的講就是說 你看喔 美國軍機常來到台灣 可是他背後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他常常是美國軍機 帶著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來到台灣 在 今年的2月21號 BBS 在祝賀馬英九就職的時候 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也是坐軍機來 為什麼他們都要坐軍機來 你看他幾點來 下午3點30分 就職典禮是幾點 早上嘛對不對 對不對 那下午來是什麼意思 故意的嘛 故意給你難堪嘛 表面上是祝賀馬英九就職 實際上就是來視察的而已嘛 你懂為什麼 而且還是坐軍機來喔 他為什麼不是做一般的外交專機 為什麼不是做一般的民航包機 他也不是軍事人員啊 他是外交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啊 他是國會議員啊 他不是國防部的啊 做軍機來是有意思的 我就要講他的意義在哪裡 你看喔 美國空軍這個 KC135也載運過這個 AIT官員的早產兒 請問 如果 金普聰的小孩生病了 中華民國空軍可以載金普聰的小孩去看醫生嗎 可以嗎 不可以嘛 對不對 一定會被罵特權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AIT的官員 他也不是官員啊 他AIT只是一個代表美國的民間組織 就類似以前的這個 東印度公司啊 懂的是吧 東印度公司代表殖民國的主權權利 他也是民間組織 他不是官員 AIT是代表美國這個佔領全國的民間組織 所以呢 這就是要幹嘛 給你台灣人看啦 看什麼 誰對台灣這塊土地的領空有軍事 對台灣這塊土地有軍事管轄權嗎 你懂吧 好 我們來講什麼是軍事管轄權 其實齁 美國總統 他還擁有這個 美國憲法之外的權利 就是說他的權利不是完全受限於美國憲法 美國總統 但是很少人知道這一點 但是今天我為了要引用這一段文字 所以我先把美國總統的權力限制在 我先把他的權利限制在美國憲法下 我只是要提醒你們 美國總統的權利 尤其是有關戰爭的權利 國家的權利 是有比樣這個憲法之外的 美國憲法對美國的軍事管轄有三種 第一種軍事管轄行使於和平與戰爭狀態中 第二種軍事管轄行使於境外的戰爭 注意喔 境外 不涉及美國邊界 或美國境內發生暴亂或內部戰爭時 視同交戰方的叛軍佔領 所以第三種是什麼 美國本土內的侵略或暴動 所以第二種是什麼 第二種就是軍事政府 記得喔 境外的就是軍事政府 境內的就是戒嚴 懂得意思吧 境外的就是軍事政府 或者是境內但是被視為交戰方 那如果沒有被視為交戰方呢 他只能被戒嚴 懂得意思吧 所以你要記得 這個一般的戰爭法也是這樣 不只是美國憲法這樣規定 一般的戰爭法也是這樣 就是境外的就是軍事政府 境內的就是戒嚴 那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了 中華民國政府 或是說這個當局呢 他在1949年5月20號 在台灣實施的世界嚴嗎 不是嘛 對不對 因為中華民國在那個時候 也沒有取得 不管是那時候或現在 都沒有取得台灣這塊領土嘛 對不對 所以對中國而言 台灣跟澎湖是不是境外 對不對 只有金門馬祖是中國的境內嘛 懂我意思吧 所以這是為什麼 你看中華民國他每次要公佈這個 他不是要國界劃分嗎 每隔幾年 他們不知道內政部一個單位 他就開始重新劃國界 確定國界嘛 對不對 你要注意喔 台澎金馬是分開來公佈的 他不是一次公佈 他是分開來公佈的 因為他地位不一樣 好這額外一說 所以他實施的就是名為戒嚴 實事上是軍事政府 懂我意思吧 因為台灣澎湖是境外嘛 對中國而言是境外 所以他實施的是軍事政府 他真正戒嚴的是金門馬祖 所以就很好玩囉 你記不記得 台灣澎湖都已經先戒嚴了 他們叫戒嚴嘛 可是金門馬祖還戒嚴 你記不記得 金門馬祖到很後面很後面才戒嚴 有沒有 也就是他是分開處理的 你看喔 軍事在合宜情況下取代當地法律 並在總統的指示和國會 民事或暗事的制約下 由軍事指揮官行使 所以你看喔 注意喔 有國會跟總統喔 所以 為什麼美國那些眾議院委員會 來台灣是要做軍機 他要展示這一種軍事管轄權 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台灣關係法就是這一種 我們來看 第十四條 他說 這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 及國會其他委員會 將監督本法案實行 美國與台灣 繼續維持關係的法律 及技術事項 有關東亞安全合作的美國政治實行 這是一種監督權 有沒有 所以為什麼 莫拉克風災啊 台灣發生一些危難的時候 美國都要出面 他為什麼 要監督嘛 監督這個管家有沒有 孤獨台灣嘛 有沒有虐待台灣人民啊 這種意思吧 你看喔 美國總統和國會 這是第三條 美國總統國會呢 這是美國總統的軍事管轄權 你看喔 這個台灣關係法是 1979年3月底通過 4月10 就3月28號 兩個 院都通過 4月10號 美國總簽署 成為法律 往前追溯 1月1號生效 這背後 我沒講 但是我今天就不提了 美國總統和國會 依照這個判斷呢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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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台灣防衛需要的判斷 應包括美國軍事當局 向總統和國會提供的監督報告 你看喔 美國軍事當局 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剛剛是不是在講 我們的重點就是在 美國有沒有在台灣建立軍事當局 有沒有 好 我們繼續看 所以這是什麼 第二種軍事管轄權嘛 有沒有 因為 他是要總統跟國會的嘛 有分成總統跟國會的嘛 只是總統如譽台灣人民 這台灣人民是包含中國難民喔 的安全或社會經濟支度遭受威脅 危及美國利益時 應迅速通知國會 國會 總統和國會將依憲法程序 決定美國應採取適當行動 什麼是憲法程序 這也是一個美感 這是一條我覺得 在台灣關係法裡面很重要 但是很多人都忽略的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 美國總統或美國政府各機構 依據美國法律授權要求 向台灣提供 向台灣政府服務承諾要求 承諾事項 應在總統指示的方式即範圍內 向台灣設立的機構提供上路事項 會有這些機構接受上路事項 此一機構乃總統確定 依台灣人民適用的法律 而具有必須是權利者 可依據本法案代表台灣提供保證 採取其他行動者 這條在講什麼 有誰知道 首先什麼是台灣設立的機構 什麼是台灣設立的機構 就是以前叫做北美事務協調會 後來叫做駐美經濟文化辦事處的 那一個台灣統治當局的代表 這樣懂吧 好 那這個代表呢 是誰確定他能夠代表台灣人民 給具有必要的權利者 誰 美國總統 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是不是講 這個當局的權利誰給的 美國總統 因為你如果能夠確定這個代表 假設這個人是你的代表 那我說這個人可以代表這一群人 那我是不是就說你可以代表這一群人 你懂我意思吧 代表如果具有這個權威 就代表 原本那個當局就有權威 可是是誰確定的 是美國總統確定的 這樣你就懂了 誰授予他 這個當中華民國政府 或是中華台北 中國台北 來統治台灣的 美國總統 不是台灣人民喔 那我們選舉是什麼意思 在美國眼裡 我說在美國眼裡 這就是台灣自治 但是這是一種假的自治 為什麼呢 首先講為什麼是台灣自治 因為既然這個當局 他不是established by statute 他不是由一個Statute 建立起來的政府 他不能代表當地人民 那他為什麼有統治的權利 我講的是美國總統給的 可是呢 他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他 他 美國說這叫做自治 因為他讓我們台灣人民選舉 對不對 選舉到後面 選出一個人 中選會貼出公告的那一刻 美國總統就發賀電 說 什麼 恭喜 當然不是 美國總統賀電就是代表 我認可 懂我意思吧 他這個決定權 就用那個賀電 認可 跟美國總統的行政命令去確定 所以 台灣人民的選舉是一種什麼 提名權 我們提名這個人當我們的管家 懂我意思嗎 我們提名這個人當台灣這塊大樓的管委會主委 你懂我意思嗎 這個自治就是這樣子 台灣人民選舉出來 這個選舉叫做提名 美國總統發賀電 這個叫做認可 所以美國總統說 我沒有管你們啊 你們自己選的啊 懂我意思嗎 你們自己要活在政治戀獄裡面的啊 你自己心甘情願的啊 你懂我意思嗎 可是為什麼是假的 因為 有中國難民嘛 因為中國難民是被收容的 他們是因為不認同 共產黨的統治 跑到台灣來 對不對 跑到台灣來 可是他們並不是原 他們沒有規劃 沒有規劃日本也沒有規劃嘛 台灣這塊土地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沒有放棄中國國籍啊 他還是對中國效忠啊 所以剛剛那個軍方人員 在介紹這個清權綱的時候 他是不是一直說中方中方 他們很清楚他們要效忠誰嘛 軍人很清楚他們要效忠誰嘛 對不對 只有民進黨那些立法委員才搞不清楚嘛 那這就是政治煉獄嘛 效忠混淆啊 對不對 所以 那些中國難民是沒有提名權的 他等到法律規劃之後 他才有選舉權嘛 也就是提名權嘛 對不對 所以 這就是假的自治 大家不要太高興 不要看到美國說 支持台灣自治 就爽的跟什麼一樣 那是假的 這樣 中華民國就繼續 當前客啦 騙台灣人 繳錢給美國買軍購嘛 買軍火嘛 對不對 就香火錢啦 貼那個光明燈 好你看喔 這個卡特總統 發佈這個備忘錄就是行政命令 他說什麼 在1978年12月30 其實是在台灣關係法 都還沒有建立的時候 也就是在1979年1月1號以前的前兩天 他說什麼 他發佈這個其實是行政命令 表面上是備忘錄 他說 因此我宣告並此事如下 目前有權威去進行我們計畫交易 其他關於台灣關係的部門機構 依照此權威 所以適當地透過低端的機構 被指示並進行於 實施那些1979年1月1號開始的計畫交易 其關係 什麼是低端的機構 就是AIT啦 後來的AIT 因為AIT是後來才建立的 懂得意思嗎 這個時候還沒建立 那這個目前有權威的這個部門 與機構是什麼 就是以前叫做中華民國 後來叫做中華台北 中國台北的那個統治當局 懂得意思吧 所以你看是誰授權的 美國總統 但是他為什麼要發佈這個備忘錄 因為他要去 他要斷交 他要撤除政府承認之前 他當然會 他就是要跟中共建交嘛 對不對 那跟中共建交 中共一定會要求美國撤軍嘛 在台灣撤軍嘛 因為我剛剛講了 美國在台灣曾經有幾十萬的軍人嘛 在佔領嘛 對不對 中共一定會要求 建交之前 因為要求美國在建交之後要撤軍嘛 那美國要怎麼樣才能夠 表面上撤軍 實際上又暗地能夠控制台灣 就是委任中華民國來佔領嘛 懂得意思吧 所以他就趕快發了這個行政命令 這樣你懂吧 表面上美國軍人離開台灣了 實際上是他叫中華民國繼續幫他佔領 你懂的是吧 這時候中華民國已經沒有佔領權囉 他完完全全就是美國軍事政府的 Agent 代理人 代理商了啦 大家知道吧 你看喔 當涉及一個境外 Foreign Country Nation State 政府或是 你看我用的都不是翻成國家 所以這三個是不一樣的意思喔 他要包含台灣 他的法律要包含台灣 所以台灣既不是country 也不是Nation 也不是State 可是為什麼這些法律都適用於台灣 因為有這個行政命令 而且也因為 最主要是有台灣關係法 因為台灣關係法是位階也比較高 他是一個State 所以呢 你看喔 美國人民的利益 將由一個很快被認證的公司行事的 非官方機構代表 這就是AIT啦 懂得意思吧 這就是AIT 然後這個行政命令後來更新了兩次 第一次呢 他是決定北美事務協調會 有沒有 第一次是決定北美事務協調會 第二次是誰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有沒有 被決定為由台灣人民建立的機構 以具備在台灣人民適用的法律下必要權來提供保證來代表台灣 好這個我沒時間講 我跳過 大家可以看我以前的演講 什麼是管轄權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齁 就是說 欸這 美國 欸這個 一個家庭裡面 請問是 爸爸 對小孩子有管轄權 還是媽媽對小孩子有管轄權 只能選一個喔 覺得是爸爸的請舉手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覺得是媽媽的請舉手 欸比較多喔 那為什麼是媽媽 蛤 媽媽是什麼 家庭主婦 喔 這個理由 喔 最重要的 好 我 這也是一個答案 不過我的答案是這樣 大家參考一下 這是自然法 我的 判準就是自然法 那 就是自然的法則 那為什麼呢 答案是媽媽 為什麼 因為當你要決定這個小孩子 能不能繼承這個家庭的時候 請問是誰才可以決定 媽媽 而不是爸爸 為什麼 只有媽媽才知道這個小孩子的爸爸是誰 你懂我意思吧 你在遠古社會也是這樣啊 他要決定這個小孩子能不能繼承這個家庭的時候 只有媽媽才知道他的爸爸是誰嘛 搞不好是抱來的 或是偷生的 不知道跟誰偷生的 他才能夠作證說這個小孩子的爸爸是他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 這就是管轄權 什麼是管轄權 自然法的管轄權就是說 誰可以決定 這個領土 這個政府 這個國家 的主人 或主權者是誰的 那個人 或是那個當 那個法人 就是有管轄權的人 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不只是媽媽 包含 住產室 或是媽媽委託的監護人 或是 只要知道這個小孩子身份的都可以 你懂我意思嗎 能夠在法院作證這個小孩子的身份 決定他的繼承問題的人 所以 美國說 美國衛生部長說 聯合國任何機構 都沒有權利便便決定台灣的立位 它是什麼意思 它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 只有我有權利啦 我有權利決定啦 是不是剛剛 美國總統決定 誰是台灣的統治當局 你懂我意思吧 那是什麼 他就是台灣的監護人嘛 他有管轄權 但是他沒有說他擁有主權 他擁有管轄權 他可以決定台灣這塊領土 將來的繼承問題嘛 你懂我意思吧 這也是一個案例 但我時間不多我就不講 Country 我們講什麼是Country Nation State 大家都買這個 這個飲料齁 飲料場有這個13碼的 代碼 的條碼對不對 前三碼是代表什麼 不是國家喔 對不對 我就在講這個 它 首先 新聞會告訴你 它能夠知道 的 不是 不一定是產地 而是登記地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但是新聞會講 登記國嘛 為什麼 因為它的英文就是用Country 懂的是吧 那就是ENA Code 所以它的英文是用Country 那可是你看喔 台灣是什麼 台灣是471對不對 對不對 你看到前三碼就是471 那剛剛這個是什麼 剛剛是590對不對 590是什麼 590是波蘭 剛剛那個 那個零售產品是波蘭登記的 那 你看喔 馬靠是什麼 澳門 澳門是958 澳門是國家嗎 不是嘛 對不對 所以Country可以分成國家嗎 很顯然不行嘛 你看香港也有對不對 Hong Kong在哪裡 Hong Kong在這裡 Hong Kong489 Hong Kong也不是國家 所以Country不是國家 在這裡就不能發生國家 比如說 這個 ISO Code也是 大家常會去網路上填很多表單 對不對 比如我要去辦簽證 辦簽證不是 叫你說 你的 你的 那個Country在哪裡 那個國 國馬對不對 叫你選台灣嘛 對不對 他也是Country啊 可是你看 香港 香港也是有Country Code啊 344 這個台灣是158啦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也不是國家啊 所以 Country在這個情況下 在ISO Code的情況下 也不能發生台灣 懂我意思吧 好 那Country是什麼 這是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Nation的例子 所以這個 Country啊 它就是 英文伯爵的意思 你知道中古世紀 有那種貴族 對不對 什麼公猴伯子男 伯爵大概是在中等以上的 算蠻高的 蠻大的 其實它就是一個sovereign 那一塊領土的領土主權者 那 這個 所以Country就是什麼 Country就是 那個伯爵的領地 就相當於那個 風俗制度的自治體 它要繳一樣的稅 有一樣的風俗 一樣的制度 一樣的民法 這一種叫做Country 但是它並不是政治組織那個國家的意思 不是法律的國家 現代這個法律主權國家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翻成江域比較好 因為江域就是 你就知道它就是一個範圍嘛 那這個範圍可能有共同的制度這樣子 繳一樣的稅 一樣的關稅 那這個Nation是什麼 Nat就是to be born 語言是to be born 被生下來的 所以它就是語言跟文化的共同體 所以我覺得翻成幫比較好 因為它有時候有民族的意思 有時候有國的意思 那State是什麼 State的語言就是站立起來 所以你看那些台灣政客 常常會講說 台灣人民站起來喔 有沒有 我剛剛那個封面不是 那個巨人站立的嗎 它不是倒下的啊 它不是一盤散沙倒下的 為什麼 它有一股意志 什麼意志 團結起來 做為一個共同體 那股意志 那就是 把人民構造會的那個東西 就是社會契約 每個人放棄一部分權力 交出來給一個最高的代表 做為 這個人民的代表 這個社會契約 所以這是真正的國家 我可沒有 我沒有時間講這個了 我講一個例子 比如說 這個大不列顛邦聯啊 現在簡稱大英國邪 聯合王國就是所謂的 俗稱英國啦 我們現在講英國其實是 來自什麼 日本的稱法 那日本的稱法 是從哪裡來的 葡萄牙 那你講英國會誤會 因為你會以為只有英格蘭 其實英國是指聯合王國 United Kingdom 是位於不列顛群島的一個國家 並且是由於君主所控制的 黃泉的一部分 這就是那個皇冠 有沒有 the crown 那個皇冠 間為皇權的一部分 與不列顛群島的是皇權屬地 the crown dependency 人承認 人承認皇權之前的 前帝國的獨立邦 為邦聯進 the commonwealth ring 而非獨立前 帝國 剩餘為不列顛海外殊土 BOD 所以它蠻複雜的 它有幾種 第一種是什麼 全名叫做大不列顛與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就是所謂的英國 它是有幾個成分呢 它主要有四個成分 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北愛爾蘭 這每一個都是一個country 也就是說 這英國可以說是一個country 但是這個country有四個country 組成 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北愛爾蘭 它每一個country都有自己的制度 有自己的 有的有議會 懂我意思嗎 這個是比克里米亞的自治體還要大的 還要大的 這個country是比較大的自治體 而且這個每一個country都是一個sovereign nation 但是它不是一個sovereign state 因為英國才是一個sovereign state 這個sovereign state有四個country 每一個country都是一個sovereign nation 所以你就知道country nation state是不一樣的概念 OK 好 那擴大一點 講邦聯的話 這個邦聯呢 有16個 大英國協有16個共主的邦聯 也就是都以英國女皇為共主 共同的主權者 然後自有君主國 也就是說它的君主不是英國女皇的 有幾個 有五個 文萊 賴索托馬來西亞 斯瓦吉蘭東加 共和國有33個 去年退出一個嘛 那就是 叫什麼我忘記了 就是 就是跟去年10月 也 也跟中華民國斷交的那一個 我忘記了 蛤 對 甘比亞 甘比亞 好 然後其他的黃土 你就說 還有什麼 黃泉屬地有3個 不列甸海外屬土14個 所以 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前 就是屬於 不列甸海外屬土 懂得是吧 所以呢 海外屬土呢 基本上 像黃泉屬土的話 他 雖然 他的 軍事跟外交都是 我由英國政府去弄的 就是 包給英國政府 可是 他有自己的法院 他只屬於英國女皇 所以他並不是在 英國的主權之下 他是在女皇的主權之下 皇權之下 你知道為什麼 也就是說有一些領土呢 他是只屬於皇帝的 而不是只屬於那個政府的 這樣大家理解吧 所以台灣是類似的例子喔 你懂得是嗎 台灣我們是一個territory 我們還不夠格作為一個country 當然這不夠格有很多因素 有先天的因素跟後天的因素 那我又不講那麼多 但是呢 我們被視同一個country 被看作是一個country 懂得是嗎 那 但是我們跟日本天皇的關係 有一點就類似那個皇權屬土 也就是說 日本國政府 對我們已經沒有權利了 你懂嗎 因為他軍政和平條約 他已經放棄了嘛 可是皇帝沒有說放棄喔 你懂的是嗎 所以我們跟皇帝之間 還有那個類似於 黃權屬土的關係 只要解除占領的話 你懂的是嗎 我們沒時間講這個 最後用很快的時間講主權在民 如說主權在民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形成公義 就是一群人民嘛 還要形成一個共同體 或是他們怎麼決定他們的公眾事務呢 他們叫形成公義 第二個 這個人民的代表 也就是這個主權者要代表公義 第三個 主權者可以去授權給一些次級的法人 也就是政府機關人 去實行公義 所以一到二是涉及公義 主權者的產生 產生不同類型的國家或轉國家 所以一到二是國體 二到三是授權 所以二到三就是政體 所以一到二就是 董事長的產生方式 二到三就是總經理或執行長的產生方式 懂意思吧 假如表決不是全體無疑通過 為什麼少數要服從多數 這個 在台灣的社會 常常會看到說 啊 少數服從多數啊 有沒有 這樣是對的嗎 盧梭在問這個問題 為什麼幾百個需要主人的奴隸 可以代表十幾個不要主人的人 假設台灣有兩千三百萬人 有兩千萬人想要當奴隸 繼續活在這種政治戀獄裡面 假設有三百萬人 啊不要說啦 就是有二十萬人好了 二十萬人不想要當奴隸 我們想要正常化 請問我們就該聽剩下那幾千萬人了嗎 盧梭在問這個問題 他說 如果在此之前還沒有任何約法三章 這種接受多數人選擇的表決方法 至少因在一個場合 曾經通過全體無意義的表決 也就是說什麼 少數服從多數有個前提啊 什麼前提 或是公民社會或是民主社會 他不管什麼 這公民社會有個前提是什麼 就是 我們是一個共同體嘛 我們是一家人 我們才可以決定這個家裡裝潢 要怎麼佈置嘛 對不對 鄰居 他可以借住你家 可是鄰居是可以說 欸 你這個桌櫃我幫你拿去賣掉 可以嗎 沒有經過你同意不行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前提是 必須是一個法律之上嚴格的共同體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台灣是不是 不是 不是嘛 什麼時候是 但是以前是 什麼時候是 1945年4月1號 1945年4月1號的時候 天王陛下頒布 詔書給台灣人參戰權跟參政權的時候 這時候台灣人民就認可 天王陛下做我們的代表 社會契約就締結了 這時候是共同體 可是現在為什麼不是 因為 這個土地上現在有難民有不是難民 有佔領者有不是佔領者 法律地位不一樣嘛 對不對 我剛剛講效忠的人 效忠的對象就不一樣了嘛 所以 必須要先解除這種 模糊的狀態 才有辦法恢復到 這個正常的公民社會 讓大家懂了吧 OK 所以結論 人民不是主權者 主權者是人民的那個代表 現在已經沒有那種直接民主了 很少 很少 只有公民可以形成公共意志 參與主權權威 只有公民可以喔 居民不行 難民不行 居民不行 難民不行 人民政府都不擁有主權 主權者擁有主權 如果他代表公義 也就是說主權 主權者如果沒有代表公義 他隨便亂來 人民還是可以革命的啦 懂你什麼 但是通常主權者都會很小心的啦 主權在民的意思是 統治主權應原治公民 而不是領土主權喔 統治主權 因原治公民 是原治喔 而不是擁有 好謝謝 各位童心 下口休閑長文金 然後請之前有 上過高級班的童心 來這裡簽名一下 然後還有請 新竹洲 陽閩時 高砂 李正龍 台南 杜吳月亮 以及黃彩倫等 諸位童心 到前面的辦公室找工作人員 你們的那個 學院資料上面有一些問題 請去補充 謝謝